美國FDA授權5至11歲兒童打DNT 美國流行病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霍格博士 在接受英文新唐人電視台廣角節目訪問中表示 對此感到擔憂 他認為輝瑞公司的研究規模太小 無法檢測出與疫苗接種相關的任何潛在心肌炎風險 所以我們仍然在學習安全 尤其是在5至11歲的年齡群 霍格領導的一項研究 通過對提交給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的報告進行檢查後 發現12至15歲沒有嚴重健康問題的男孩 在注射第二劑輝瑞疫苗後住院的可能性 比只注射一劑時高出6倍 這是因為心肌炎在青少年 尤其是在已接種疫苗的年輕男性中 發生的機率高於預期 霍格提到 在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對兒童感染中共病毒風險不清楚的情況下 美國媒體相對歐洲媒體而言 總是比較負面的創造恐懼 它對美國人民已經產生了某種程度的精神影響 美國CDC預計在2日投票表決是否贊同FDA就向5至11歲兒童施打疫苗的提案 可能最快下週就能開打 美國青少年打莫德納已經延到明年後 台灣現在已經開放12歲至17歲青少年施打BNT 年齡可否有望下修 主委中心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會觀察各國施打情況 並在專家諮詢小組討論 新唐亞太電視國際新聞組編譯